今天是2024年9月4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投资策略部主管 温杰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enny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我看着人民币 因为似乎外围相当波动 会不会资金回美元避险 而拖累人民币呢? 人民币弱的话 港股就受压 所以看着人民币了 昨晚美股有一个多大的跌幅 早段日股现在跌3% 跌14点左右 我们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长假期后很向下 纳指急跌3% 杜指曾经跌超过700点 美国ISM制造业PMI 差过市场预期 市场重新忧虑滞胀风险 美股低开低收 三大指数已接近全日价单位收市 杜指收市跌626点 收报40936点 跌1.5% 标指跌2% 收报5528点 纳指跌3% 收报17136点 跌至半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德国股市跌近1% 油价跌4% 焦点科技股方面 苹果跌2% Google跌3% 芯片股挨估AMD跌7% Intel跌8% NVIDIA跌9% 传统行业方面波音被大行唱淡 股价都延跌7% 2月托政圈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是个别发展的 阿里和百度比本港收市高 网易和美团比本港收市低 港交所比本港收市略高 会控制是折合67.71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现在跌幅再扩大了 最新跌超过1500点 跌近4% 去到37166点的水平 首义终合指数都跌2.7%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1.7%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都是向下的 在港股方面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跌180点左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港股情况 与Kenny谈谈美股的情况 美股和日股上个月初出现了一个黑色星期一的情况 美股昨天都急跌 纳指跌3% 去到月中的水平 四元就是昨天出现了其中一个经济数据 都是叫做差过市场预期 那个数据就是美国的ISM制造业 PMI 最新的数据就是47.2% 低过预期 以及连续5个月在50以下 最新看到的利率期货显示 预期月中减50点指的机率 其实又升了 市场似乎又开始担心经济衰退 以及滞胀的风险 其实我们昨天节目都说过 彭博数据就显示 其实美股在9月跌的机率 在过去几年都是高的 譬如道指过去3年 分别跌了3-8% 另外上个月的黑色星期一 美股急跌 由三个数据去带动 第一个就是ISM制造业指数 接着就是小飞龙和失业率 三连击就造成了 还有当时就有一个Yen急升的情况 昨天就是中了其中一个 就是ISM制造业指数的数据 明天和后天都分别有 小飞龙和失业率的数据 在9月走势上 你会怎样判断呢 是否出现下跌的机会都是高的 好 我尽快回答 我想说昨天的事况多一点 第一件事就是 在11个版块里面 即S&P500指数分开11个版块 其实有9个是跌的 9个跌里面跌最多 第一是科技 第二是能源 能源是与经济相关的 所以大家在行业的变化里面看到 市场是在担心经济的 第二 11个里面有9个是跌的 有哪两个是升 或者做得相对好 是房地产必须性消费 必须性消费 就是与经济挂得少 房地产受为减息 所以从行业的变化 是完全看得到市场的焦点是什么 第二 昨天的ISM指数 我又再说了两句 其实如果你细分里面的细指数 那个所谓的新订单指数 跌到44.6 新出口订单也跌到48.6 重点是 其实如果你把这个ISM指数 细分不同的指标的话 需求端比整个指数本身更弱 所以为什么大家反应会这么大 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 究竟9月份会不会出大件事 本身我觉得不会 因为第一 8月就下跌了 9月不会再来多一次吧 第二 始终有一个减息的冲敬 以及最近的经济数据 不算昨天 也算是OK的 令到大家对衰退优励淡化了 不过 我会觉得 现在来说 风险又升了原因是 刚刚提到 还有几个东西 我用另一个角度 你问我为什么会有黑色星期一 其实有三个东西 第一 就是担心美国经济衰退 第二就是AI股大跌 第三就是日元拆仓 你会看到这三个东西是有关联的 当我借了美金去买美股 如果日日日日又升 借了日日日去买美股 如果日日日又升 而我买的美股又跌的话 我一定拆仓 这三个东西要留意就是 昨天的数据 令到大家担心了经济衰退 所以中了一件事 另一件事 就是AI股 有机会说一说 也是中了的 我担心AI股 晶片股最近都会非常弱 最近两个月我经常说 Lon M7 Lon AI 这个策略是继续维持 你要买美股 你觉得是撩底 也不要搞晶片股 我们再说 暂时来计 你看到三个黑色星期一的指标 两个都出现了 是要小心一点的 现在有一个关键因素 星期五 劳动现场数据 特别是失业率 因为始作勇者 为什么会有黑色星期一 为什么担心经济衰退 就是因为出了失业率 8月第1个星期五 公布7月的失业率 升到4.3 触动了杀母指标 一个月的数据 可以是一次性 可以是计错 但是如果 今天星期五 9月初 公布8月的数据 万一 失业率 再升 两个月的数据 就连成一条线 就成为趋势 到时一定会怕 怕个猫王 所以我觉得 现在 要把美股看得很淡 就不需要 除了个别板块 但是 你要留意着 星期五 劳动市场数据 我想是相当相当关键 如果数据是差 哪怕18日是减0.5 这是坏消息 多看一遍 几时减 减多少 都不是重点 为什么减息才是重点 如果经济OK 而通胀受控 减0.2半 皆大欢喜 但如果是因为经济衰退 人就没工作 企业也没钱赚 你减一两年息 其实没关系 所以 我自己倾向相信 如果你真的看到 9月18日减0.5 而到年底 减1.25 或者1.5 这个对股票投资来说 是非常非常利胆 因为这个根本就是代表着 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 公司没钱赚 股票升什么呢 这个我想值得大家深思 好 我们讲讲 昨天急跌的股份 讲讲NVIDIA 昨天跌了9% 盘后再跌 股价上就回到110楼下 彭博收市后 引述消息说到 英卫达收到 美国司法部的传票 就会加强反垄断的调查 NVIDIA就回应 说客户可以选择 任何最好的解决方案 说回一些报道的细节 早前司法部已经向NVIDIA 发放一个问卷 现在就发放一个具有法律 效力的请求 要求它提供资讯 可以解决做距离政府 正式提出起诉 再近一步 反垄断要求 关注点在哪里呢 就是NVIDIA 做一些行径 令到买家更难选择 其他的AI芯片厂商 并且刁难不集中 买NVIDIA芯片的买家 这个就是现在的调查方向 拖累股价 昨天就急跌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 亚比比已经是建议大家 即使投资美股 都不要集中在AI 或者芯片板块 现在你的忧虑好像开始实现了 就是看到AI板块 第一不跑赢大市之外 还有一个跌得比较急的状况 第一你怎样分析 今次的消息对它的影响 有没有超跌 还是说你觉得现在 在现水平 对AI芯片的板块 真的大家应该 更加深深 我看到第一件事 为什么当初我们提出 提出小小心 M7的AI股 因为升太多 升太多就将未来想得太好 你知道 不可能每季都一倍增长 这个大家 早就知道 好了回回来 市场今早过后 都在说反垄断 我自己反而不是那么担心 因为第一件事 是距离起诉近一步 但当然可能要问一些专家 我不是法律专家 我的理解是 由之前的问卷 到了这一刻 据法律效应的意思就是 政府或者法庭 要什么的数据你都要给我 方便我去调查 最后是否要起诉你 就是看我调查的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不一定是起诉的 这是第一件事